大家好 下面由我讲一下我们的打标软件 在球面上打标的方法 首先是要把我们所要打的标建立出来 用的软件就是这个3D Laser 下面以打蚊子为例吧 首先 打我们所需要的 这个图标 这里以创可激光为例 选中 对象变换 点击一下 然后对蚊子进行编辑 为了看得清楚 我们这里把图形做大一点 做一个20x20的吧 应用 集中 然后打蚊子 一定要进行转取操作 在编辑里面 转取之后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填充 点击填充按钮 就是这个H一样的 然后勾上使能 这个间距和角度可以根据我们打 打标的工艺 自己填写 我们这里填0.5吧 这个改成90度 然后应用即可填充完毕 这样的话我们的 打标图案 创建完毕 就进行3D转换 点击 3D试图 按钮进入到3D界面 记得 记得一定要选中 选中这个创可激光之后 选中我们所做的图标之后 再进入3D 转换界面 现在进入再进一次 可以看到这是有灰色的条子 证明已经选中了 然后在3D变化下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有球面 有很多选项 我们选球面 选完球面 球面可以是一个凹面 也可以是一个凸面 我们先以凸面为例吧 比如说是一个直径为50的球 然后这个焦身的话 根据软件 盘数 自己设置 我们这里是210 然后应用 点击应用 可以看到我们的 所做的图案已经 变成3D的了 可以很清晰的看到 它是一个球面上的图形 这样就创建好了 打标的图形 图案就可以在我们的 实物上进行打标操作了 而外面的话我们撤销一下 操作一下 再进行一下填充 它是选中我们的图案 进入到3D界面 选择球面 然后这里改成凹面 凹面 直径还是50 凹面的打凹面的话 这个焦距的话 要修改 我们这里是240 具体的话根据有 机器以机器为转 然后点击应用 然后再放大来看 可以看到这个图形 是一个球形的 球面上凹球 做成这样的话就可以执行 操作打印了 在球面上的打标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